这次我们展览的可以制作的这个张标 是有这个花鸟的部分 对 这里是秋宅文化中心还有联合招报 这次的展览是我们为了庆祝新加坡联合报的100周年报庆 那么联合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么展览我们想呈现80个新加坡画家的160件画作 这里头包括有22件长画 那么其他的是秋宅呈现的 我们往前面一点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幅作品 这幅非常精彩的 这是我们的先驱画家程文熙先生的一幅剧画 画的是松树跟这个松鼠 大家都知道这个文熙先生是在中国学习这个美术教育的 然后呢后来在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的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松树呢育于万古长绿 万古长青 像一百年的早报一样 那么呢松鼠是非常非常充慧跟有机灵的一种动物 所以一般上在大门的时候呢 总想呈列一些比较意义比较吉祥的这个画作 是所以这个百年松树就是百年光滑相映称 然后这个松核的这个松鼠呢 就是在希望这个早报继续这个发展下去 对对对对 是是非常有寓意的这样子一幅画 我们再往前走一下 这就是您的秋斋了 是秋斋其实呢我们在从事书画收藏有四十多年的这个光景 我们最初是以这个收藏中国近现代十九二十世纪水墨画为主 那么后来呢 我们也这个加入收藏本土美术本土艺术的这个这个范畴 这是因为您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本地的这种情怀 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家国情怀 我觉得我除了收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外 我也想收收我们本土这个优秀的画作 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把百年来的都收藏留在新加坡 而且是最精彩的 是这个一百六十幅 是是是是是 是好 好 前面我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听说您的这个斋名秋斋来历是有有特别的一个一个来源的 可不可以稍微说一说 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签字文里面呢 其实有一句是秋收冬藏 秋天实际上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 那么是为了进一步呢 能够能够收藏 所以呢 呃就取了秋斋这样的一个名字来作为我们的栽好 哦 原来是秋收冬藏 所以就是一个收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在之地 而确实这四十年来您的这个收藏成为新加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据点 把非常好的中国的水墨画以及新加坡的这个精彩的画作都留在新加坡 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荣的 引以为好的 谢谢谢谢您 我们再往前这边好吗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参长的书画家名单里面呢 我说过这次我们展览80位画家的160幅作品 那么呢 这个是涵盖了这100年来的先期画家 也就是第一代画家有20位 那么第二代画家有44位左右 第三代画家是另外20位 总数加起来是80位 80位画家里面呢 有7位是女性画家 哈哈 那么这个首20个第一代先期画家里面呢 呃 其中有19位是来自中国的 他们主要是来自浙江 呃 江苏 广东 福建 还有海南 嗯 二代画家里面也有不少也是中国那边移民过来的 嗯 然后呢 成为本土的画家 是第三代画家呢 呃 不少是在这里成长的 嗯 这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 是土生土长了 第三代 是是是是 是非常洋洋洒洒 你看就代表新加坡百年来的光华 都是这些非常杰出的这个艺术家 所所留下来的精彩作品 是是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好吗 好 在新加坡的美术发展历史里面呢 这有一个画家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林学达先生 嗯 呃 林学达先生呢 主级是福建 后来在上海美专毕业 然后南来新加坡 他在新加坡呢 做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就是成立了新加坡南洋美专 嗯 那么 他是 创始人兼第一任校长 是 呃 薛达先生呢 的 张罗了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教师 来执教 这里面呢 有这个像 这个陈文汐先生 钟世斌先生 陈宗瑞先生 呃 还有 这个 呃 呃 女画家 张丽莹 张丽莹 嗯 呃 这四位画家呢 呃 孕育了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学生 新加坡第二代的专业画家里面呢 绝大部分呢 嗯 都是这一些老师的学生 是 哎 这是林学达先生画新加坡河井 的一张 一张油画 所以即便他从中国来他已经非常具有 在地的特色了 把在地的那种风光放进他的这个油画里面 虽然学的是油画 但是呢 他们呢 在呈现方面呢 我觉得呢 是已经有明显的地方地方色彩 对 而且颜色非常非常鲜艳 是 是 是 非常生活化 嗯 那个 是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呢 另外一个新加坡重要的老师跟重要的画家就是中士兵先生 士兵先生跟学大先生一样的都是来自中国福建 嗯 那么后来他就在新加坡执教 然后呢 培养了大批学生 那么他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性的一个艺术家 嗯 除了油画以外呢 水墨也画得非常非常好 还有多媒体的艺术都是 呃 呃 与众不同的 对 呃 所谓的个性强啊 嗯 那么呢 这士兵这张画的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 以农村生活 嗯 虽然用的是西方的媒介 但是呢 呈现的东西呢 还是有非常独特的这个 南梁韵味 嗯 南梁韵味 我看这幅是在1982 那就肯定是在他们1952年 那次去了这个巴厘岛之后 回来的 之后所延续下来的这样子的南洋 南洋画风的一种呈现 是确实如此 呃 这个呃 士兵先生呢 呃 创作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虽然早年他都一直没有到西方发发展 或者去过西方 但是很晚期才去西方的 但是早年已经是 呃可以白发齐放这样的呢 把南洋艺术呢发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对对有人说他真的就是一个天才 他的那个创意源源不断 每年的国庆画展就在等 中士兵先生的话没错 看他出来那一年又是什么独特的一种一种风格 是是是呃再往后一点我们看一张这个 这个我说过有新加坡的这个参战名单里面 有好幾位是女畫家 張立英是新加坡過去100年來 非常非常重要的女性畫家 她主籍是江澤 她很小的時候就在美國生活 但是她自己學藝是在法國 巴黎 先生是外交官 國民黨外交官 那麼在抗日期間就被抓了 然後在義中去世 那麼立英女士後來宜蘭就離開中國 然後來到了南洋 最早到馬來西亞的檳城 然後就到新加坡 然後一直都在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做指教 她的畫作是非常非常有個性的 色彩也用得很好 這張禁物是描繪了這個 新加坡過中秋節的一種情景 是 這根本就是我們小時候提的那種燈籠 那種紙糊的那種燈籠 張立英女士現在應該是新加坡 這個女性畫家裡面拍賣價格最高的一位了 是的 是的 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 臨終前是送給了這個李氏基金 李氏基金後來把大量的他的這些魚座全送給國家 我們在這邊可以再往前看一下 劉法的另外一個傑出新加坡畫家 就是劉康先生 劉康先生是二十年代就到法國巴黎 西方留學學會畫的人真的是少字又傻 劉康先生是其中一位 另外兩位是林峰眠先生 還有劉海樹先生 從這個畫作裡面我們已然也還是可以看到說 劉康先生雖然是用了西方的這個素材 但是表達的東西還是有非常非常濃烈的這一種南洋風情 這是他去了這個馬力島以後 跟其他三位畫家陳文熙 陳 中士兵 還有一個陳中瑞先生 他們三位四個人去了印尼以後 回來以後產生的大量印尼風情的繪畫 對這一幅是1957年 確實是他們 回來以後 52年55年好幾年都一直去 巴黎島回來之後 南洋風就確立下來 是 我們眼前這幅畫是新加坡仙区畫家李曼峰先生的風景油畫 我們眼前這幅畫是新加坡仙区畫家李曼峰先生的風景油畫 曼峰先生三歲的時候就從廣東來到了新加坡 然後大概在他20歲左右他就去了印尼西亞 然後在當地的這一些一個報社裡面做美術編輯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天賦很高的美術工作者 20來歲30歲前他有個機會去了荷蘭學習美術 所以他的繪畫是從荷蘭那裡學來的 這張畫是1957年曼峰先生在這個中爪的一個叫天佛塔 在天佛塔裡面繪畫的一張作品 其實整個結構整個佈局還是有一點點中國的韻味 中國的韻味不管是後面的山蟲、雲層、樹 前景、中景、後景在整個佈局上都不是很西洋式 我覺得還有一定的這種中式 而且甚至它是用油畫但是還有落款 還有蓋章 這個是少有的在西洋油畫裡面基本上是不會這麼做的 他是很有個性的一個美術工作者 然後大部分時間在印尼西亞 1977年以後來到新加坡以後 10年後呢就過去了 但是他一度的作品呢 將這個還是可以積極傳送下去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畫家 技巧非常高超 而且東西結合的非常非常巧妙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第二代畫家了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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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人 Percy 快 OFF Youtube ain